大家好,今天就來到這個生活修行vlog的時間 早前我病了,大家都可能有收到封了 所以早前我邀請了一些會員朋友一起去繞佛塔的這麼高興的節目 我身體抱養就參加不了 但是他們也很有心 其中我們的協會Fiona也幫我拍了vlog 加上我的聲音導航 可以帶大家進行繞佛塔的分享 讓一些新手上路的朋友不用太擔心 不知去到哪一手不成勢 這些情況就不會出現 因為我們聲音導航之下可以介紹一下 清楚給大家知道的流程 以及你會看到什麼 遇到什麼 希望這樣可以幫助到大家 去踏出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去進行這麼好的功德活動 去幫助到你自己、你的祖先、你的冤親債主 可以通過要佛塔這件事 或者這個功德的事情 去幫助他們解冤色傑、可以升級 好,事不宜遲 大家都看到畫面 我們也會有影片和相片的分享 我首先說一下事前的準備功夫 事前的準備功夫 其實由於天氣關係 現在的溫度 建議大家 現在是夏天 現在是2023年的6月 我錄片的錄音時間是15號 這個時間 有時會下雨 有時會天晴 大家先看看天理報告 如果是太熱的時間 建議大家可以早上8點半去到 因為早上的時間就沒有太曬 太陽也沒有太猛 比較適宜做這些戶外活動 避免是中午時 真的會超級熱 而且真的會有機會中暑 所以你們最好可以 自備一些簡單的消暑用品 例如水就一定要 令氏就可以準備一些掛頸的風扇 因為要佛塔的時候 其實我們通常都會雙手合拾 當然 你說合拾得很累 放下來 可以嗎 其實問題不大 你的心在這裡就可以了 但最好 保持一個比較尊重 和虔誠的姿勢 如果不累的話 都建議雙手合拾 所以你的手機基本上 不能用其他東西 但我都看到有些人 會拿著電話 做計算器 又或者拿著電話 或者帶著電話 聽著一些佛號 或者佛經的唱頌 一起進行佛塔 電話可以帶在袋裡 自己帶著耳朵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 你們會有一個計算器 計算器 在畫面看到 就是一個 夾在手指上的計算器 所以有時我們投入 其實是不會記得自己走幾個圈 有些人就會拿著電話 計算器的功能 其實這個計算器 就很簡單 又輕便 也可以考慮 坊間市面有很多款 可以買到 如果你們找不到 也可以來協會 隨起請我們 也有批放給你們 就是這個簡單的款 你走一個圈 按一下 你就會知道 有時抹大眼看一看 就會知道自己走幾個圈 就不會錯過了 這個就是計算器的介紹 還有掛項風扇 掛項風扇 我們協會就沒有了 大家在坊間自己找一些 合乎你心意的用品 首先 香港可以繞佛塔的地方 就是西方紫蘭 或者尼島的 有一個姜山紫 我其實都沒有去過 或者是萬佛寺 萬佛寺 萬佛寺 需要走幾百級樓梯上去 西方紫 就比較大眾化 因為可以車到門口 不需要太多的樓梯 就可以去到 你看到圖中畫面 所以我們會介紹 一進到西方紫 其實有個天爐 那裏有個電 電有未來佛 以及韋陀菩薩 所以我們都習慣 要不需要自己帶香 又或者在電後面 都有些香放 你可以先點香 就裝一裝天爐 跟上天 寺日大神去品一品 你今天來是做什麼的 請當天寺日大神門 胡法門 互持你這個 妖佛塔的功德活動 跟上天的神明品告一聲 就裝一裝香 在天爐上 然後 完成了這裏 也可以去到電 自己合拾 又或者是 隨起一些功德捐款 都可以的 香油捐款 這樣 這就是第一步 去到要裝香 其實我們 如果佛家的那套方法 建香爐就裝香 所以你們可以先走一個圈 了解一下西方有多少個香爐 我們大概這裏都會同意介紹 除了門口的天爐 還有圖中你看到的地藏菩薩 地藏菩薩那邊 你要走進去左右有兩邊 你就要繞一繞 在地藏菩薩那邊 亦都是 它的香爐旁邊也會有香供應 又或者如果 你自己喜歡買一些特別漂亮的香 就可以在門口的士多 買也可以 或者你自己帶去也可以 首先 跟地藏菩薩打個招呼 告訴他 你今天也是 來了什麼 請他幫忙你加持 幫忙你超渡 去找回你想超渡的遠親寨主 或者是祖先 莊圓地藏菩薩香 我們就看到有觀音菩薩這邊 這個也是 西方展的觀音菩薩 有這個大象 另外有一邊 你可以走進去找一找 他亦都有送子觀音 如果是想求子的呼呼 如果找不到 你可以問一問廟那邊的工作人員 然後 去到大紅寶店 這裏也是要撞向的 大紅寶店 那裏也是 電側根那裏 亦都有點香的地方 還有香供應 那裏大紅寶店 就是禮佛的 那裏也是 你可以在大紅寶店 他有時不讓你進入 有時可以讓你進入 那你就看看你會不會進入 進入到你可以 櫃拜 不然你可以在門口 就是 裝給大紅寶店禮佛 禮一禮裡面的禮佛 然後 亦都是跟他說你今天的內意 然後 這三個主要的偽裝員 他都會有 待會我都會在尾段 拍一拍 他會有個土地位 以及有個三聖的位 在他們排位那邊 就是一進去的左手邊那邊 那邊呢 那邊呢 稍後說 我們現在裝完大紅寶店的位之後 你們都可以先裝土地那邊的香 然後才上去佛塔的位 那上佛塔這個位置 那你就會看到 亦都是有個香爐 那以前呢 這個香爐沒有香等的 因為就是下雨嘛 那現在呢 我就看到很多線順 就把香 放在香爐底的位 就可以避雨 但是火機就欠鳳 所以呢 就如果上面這個位 你呢 就在下面的油燈那裡 點香上來 我說呢 你就自備一個強勁點的火機 那因為這個位其實都挺大風的 那是可以自備一個強勁點的火機 就在那裡點香 就向佛塔裏面 裡面的 裡面有射利子 有很多磚佛像 也都有經書 那是一個好殊性的能量 那向佛塔裏面的所有佛菩薩 就告訴他 你今天的內衣 亦都是在這個莊香的時間 亦都是可以品 就是請你想邀請的Party 譬如你想邀請你的祖先 你的冤親寨主 和你一起邀佛塔 那就可以在此奇請 那便邀請他們一起 和你做邀佛塔的功德 用你的身體去帶動他們的意識 那你亦都可以一路走的時候 一路觀賞著他們在你身邊 那如果你有些知道樣子的先人的話 那你亦都可以觀賞他們 和你一起去走佛塔 那對他們都是有莫大的匹憶的 那你是可以帶任何的意識 的眾生一起的 那當然啦 如果是 條數是重一點的話 那你會覺得走得辛苦一點 那你就按力而為了 量力而為了 那如果一次不想帶這麼多 那你就下次再帶其他Party 這樣一起帶著意識 一起去做這個邀佛塔的活動 那上完香品清楚 你今天帶哪個Party 邀請哪個一起來之後 那就可以在佛塔的正門那裡 那就可以在佛塔的正門那裡 那就可以合十 去做一個恭敬的奇請 那告訴佛寶寺 那就是你聽你的姓名 你住哪裡 你今天來 即都是那些 你的姓名住哪裡 你今天來想怎樣 那然後呢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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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拜三拜 那就是鞠躬這樣拜 那有些人都很虔誠 就會跪拜的 那就是up to 你們自己覺得如何 那一般就合十去鞠躬 那也是一個禮數 那有些很誠心就是 不看頭地這樣拜也是有 那這些就按你們自己喜歡 那然後拜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步行 步行就是順時針 順時針這樣去慢慢步行 那然後呢 就去到佛塔的正門那裡 你可以也合十 高一下功 然後按一按你的計步器 那接著就再走第二圈這樣 那快慢呢 就隨你自己喜歡的 那你喜歡慢慢享受那個能量 享受那個善步 慢慢走都可以 那當然要用多點時間 那如果是走得快的 也都有的 那當然要看你自己的體力 那所以整個過程呢 基本上你可以是 心念佛號 譬如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觀世音菩薩 心念佛號跟他們相應 又或者有些人會重念這個經文 心經啊 或者他們背得出的經文 在過程裡面 加上佛塔裡面的那種能量 你這樣圍繞著他們 而造一個能量的連結的時候 亦都是有避憶到你想祝福的眾生 祖先啊 債主啊 令到他們呢 都可以在這個高頻率狀態下 就得到這個超度 或者是解開他們的解緣色結 令到他們的心放開 更加提升他們自己的頻率能量 這樣就會可以脫離一些的痛苦 那所以呢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也可以觀賞不同菩薩的佛相 觀賞光 或者我們如果龍的同學 就觀賞龍護法在旁邊 然後就口唸或者小聲唸 不要吵到旁邊那個 口唸或者自己心唸一些的佛號 那有些同學也都會唱頌佛號 那因為有時候去的佛堂多 那他們的音樂都會在腦裡 那也都會唱頌佛號 這樣慢慢去走他的步 那半尾眼或者是一個很靜態的狀態 把你的路電波調回到一個很平靜平衡的狀態 這樣進行這個意識 那也都是啦 每一圈計一計 那你差不多你自己可以 有些老人家我見過要三圈 那有些二十一啊 四十九啊 一零八啊 那其實都是隨你的體力 你的能力 而去決定 那繞完之後呢 那也都是啦 在那個正門那裡 就合十啦 那就請各位你帶來的眾生 說今天就功德圓滿啦 那就可以請他們離開啦 那也都有緣的 跟這個廟的佛菩薩去超聲啦 那跟著呢 就雙手合十鞠躬公啦 然後就禮食 那這個是最簡單 一些非佛法弟子的一些 就是普通普羅大眾都可以做的 一個要佛塔的儀式啊 過程啊 那當然啦 那佛弟子 他們有他們的儀式啊 又或者他們有他們想加的禮數啊 那其實這些就很隨喜的 就是大家是可以 是總之抱著一個尊敬的心去發揮一下 都可以的 那完了之後呢 那其實呢 有些人呢 就會帶了一些自己手抄的經文啦 那也都是 都是可以借這個西方子的錄 你可以在那裏向天品啦 因為那裏有 觀音菩薩啦 地藏菩薩 那你就可以跟觀音菩薩品 或者跟地藏菩薩品 你手抄的經文 你想送給哪一個單位的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請份觀音寶 或者大神寶 給觀音菩薩或者地藏菩薩 然後就請他們 就幫你把經文送到哪一個單位那裏 那就搭上那份寶那裏 就才化 那西方子也有個化寶爐 在地藏菩薩 在土地隔壁那裏 你看到那條片 在土地隔壁那裏 那裏走過去的 那他都相當正局的 那西方子不是那些很熱的那些廟 所以那個環境都清靜 那大家如果要用到他的爐 去化經文 去化一些補給天實的話 那都盡量安靜 保持一個好的環境 那讓各位善信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然後繼續可以讓我們要匹塔 和發一些簡單的經文 那這裏就是我可以介紹的地方 那當然啦 其實我們都是借別人的爐 所以都是恭敬去做這件事 那希望大家都是低調處理 好嗎 那今天的vlog就到這裏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分享 那亦都是很多謝 塗中出現的會員和收朋友 那我們的霞姨沒有派飯粒 但他們都傾力去做這個臨時演員 那很多謝他們的出現在我這條片 那本身應該是我也出現的 但不久了 當天就病了 那我今天希望補回這條片 有利益到大家 令到大家有所方便 好 今天分享來到這裏 拜拜